单板滑雪 冬奥赛场上最年轻的滑雪竞技项目 时尚靓丽 充满惊险与刺激 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冰雪运动 滑雪技学有扎堆 单板萌娃更出色 它是雪场最亮的仔 美丽雾松茫茫雪海 人间童话最美冬日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冬奥特别节目 冰雪总动员 不久前一则短视频引爆网络 一对新人身穿礼服在冰雪中滑行 新娘一马当仙 新郎一身黑色西装紧随其后 两人驰骋在雪道上十分潇洒 特别的婚礼仪式 特别的留念 他们也成为雪场一套靓丽的风景 视频里的两人 新郎叫尚月 新娘叫于静 夫妻俩都是单板滑雪爱好者 而他们的相识 也源于对单板滑雪的热爱 当时我们俩同一天决定去北大湖滑雪 然后在朋友圈里头 同时发了一个北京到吉林的票 然后后来我们共同的好友就说 你们俩可以一起去北大湖滑吗 因为他也是一个人 我也是一个人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北大湖见了面了 后面在北京我就老约他一起去 然后就慢慢就是熟络了 我就把他追到手了 交往后两个人的假期基本都是去滑雪 滑雪场也成了他们约会和恋爱的最佳场所 于是结婚时 这对新人决定拍一组有纪念意义的婚纱照 便想到了出狱的滑雪场 其实就是觉得我们因为滑雪相识 然后如果说在我们相识的地方 然后去拍婚纱照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滑的时候感觉跟平时差异还是挺大的 最大的感觉就是我确实快要动的 就是感觉晕过去了 虽然身上特别冷 但是他应该心里头特别的激动 因为我们穿成那样在雪场 其实好多的那个雪友都为我们呐喊 就我们一旦是开始出发了之后 然后他们都不由自主地跟我们这个加油什么的 走进上月和于静的家里 就会发现滑雪已经成为两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专门放雪具装备的房间里 我们看到光滑雪板就有五块 在上月看来 这些滑雪装备不仅仅只是外表华丽好看 更重要的是能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味 年轻人就喜欢与众不同 我觉得这个冰和火就代表了可能我平时的状态吧 然后滑雪的时候就特别的冷酷 不怎么说话 然后生活里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一个人 所以 你价格多少钱 这个五六千块钱吧应该是 虎年嘛 然后也是当时看到有这么一对这个虎年限定的一个固定器 然后我就买了 我买基本上是喜欢一些限定的一些装备 这价格不太关系 就容易被冲动消费 被一看限量就说 哎呀我赶紧去买 与上月不同 作为爱美的女孩子 于静更在意自己在滑雪场上的穿搭够不够亮丽时尚 搭配各种雪服 配饰和眼镜是她的最爱 我滑海服务其实也不少 挺多的 但是我都是说穿 比如这个跟这个搭 然后那个跟那个搭 然后买的都是相对 比如说比较平价的这种 然后有很多 其实现在国产牌子 有很多都做得特别不错 就是在设计上或者是性能上 其实都足够用了 单板滑雪是以一块滑雪板为工具 在空中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的雪上竞技项目 单板滑雪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 最早的灵感来源于滑板和冲浪运动 2022年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 包括了男子女子泼面障碍技巧 U型场地技巧 障碍追逐 大跳台 平行大回转等项目的比赛 单板滑雪以潮酷炫的姿态 对年轻人极具吸引力 以及各种单板滑雪短视频的火热传播 吸引着大批消费者加入单板滑雪的行列 甚至会有痴迷的感觉 单板能给我感觉就是更让人上瘾一些 因为单板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给你带来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它的每一个步骤可能都会让我觉得 我又达成了一个新的成就 因为你可能比如说在工作当中 比如说压力比较大 然后或者是并不是那么顺心 可能当你去滑雪的时候 尤其是滑单板的时候 它能带给你一些就是 你能实现一些更多的这种自我价值 这样的一个感觉 单板滑雪真的会让人上瘾吗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单板滑雪 并且把滑雪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甚至是一种生活态度 快让我们也去体验一下吧 这里是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是目前国内雪道山体落差最大的滑雪场 也是目前国内雪道总长最长的滑雪场 北大湖面积达98公顷 积雪期长达160天左右 这里三面环山近似无风 气候十分适宜滑雪 雪质干爽 而最不同的是雪场两侧还有雾松美景 仿佛置身于童话版的冰雪世界 从去年到今年开始 单板的这个使用人呢 使用客户逐渐变多 尤其是南方的这个雪友进来之后 基本摆着摆着单板 雪场负责人告诉我们 目前北大湖滑雪场内 使用单板的消费者占据了大多数 因为单板需要更宽敞的雪道 便于转弯和做一些技巧动作 雪场就专门为单板的雪友改造了雪道 因为冬奥带动三亿人上冰雪 今年的雪场也是非常火爆 可以看到今天下了雪 所以雪场的这个整个的氛围是非常浪漫的 而且人也是很多的 单板滑雪呢 是一项有挑战有难度的极限运动 所以如果您是首次尝试的话 一定要找专业的教练进行系统的学习 所以今天呢 我也找了一位老师 他已经在雪道上等着我们了 我们赶紧上去和他会合吧 雪道按难度等级分为高级道 中级道和初级道 如果是刚开始学滑雪的新手 就要选择做磨坦去坡度教缓的初级道 如果会换刃和转弯 可以控制速度 就可以试试中高级道 今天在雪场 记者还偶遇了短视频网络博主铁豆 哈喽铁豆 哈喽安娜 铁豆就是我们今天找来的滑雪老师 铁豆是一名单板滑雪发烧友 也是一个自媒体博主 跟我们的镜头打下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铁豆 我是一个例子让每个人都放下手机 走到户外享受滑雪的极限运动博主 铁豆是一位活力十足的户外运动博主 在他和团队拍摄的炫酷视频带动下 很多人喜欢上了滑雪运动 雪场遇到高手 我们的记者也迫不及待地 想让铁豆指点一下如何滑好单板 首先第一步从哪开始呢 从哪开始呀 我们最重要的安全问题 我先检查一下你这个装备啊 护膝带了吗 护膝在衣服里面 然后护臀 然后头盔呢 现在还差一个头盔 好我们把这个头盔也戴上 滑雪前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 尤其是做好安全检查 各种护具缺衣不可 接下来铁豆要教我们的就是前后刃推坡 这个在你的脚尖的这个叫前刃 这个前刃 然后后面叫后刃 后刃 这个是板底 这个是板面 滑雪最重要的就是怎么停下来 才会安全 所以它其实想要停 就是用你的这个刃去卡雪面 它跟雪面的摩擦力越大 你的脚尖抬起来的角度越大 它就会停下来的越快 推坡是指用板刃克学 沿着垂直落下线 向山下横向推滑的单板滑雪技术 也是调节速度的滑行方法之一 看 看前面 看前面 身体放松 没关系 脚尖抬起来你就停了 你要信任你自己的脚 又给你下跪了 没关系 再试一下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前刃可不可以成功 加油 在没有那个铁豆老师的帮助下 我可不可以成功 好 相信自己 来 我们先站起来 往后一样 很好 起来了 跳 很好 很好 眼睛不要看地上 看山上 放松一点 身体太僵硬了 跳起来 好 非常好 看前面不要看地 对 看着我 充满爱意的看着我 很好 这个保持得非常好 走 走 很好 很好 直 直 很好 很好 不行 速度越快 回来 你看 你是会停的是不是 对 只要是把那个脚尖立起来 它好像就停止了 对的 很棒哦 我都站起来了 把重心 把重心放回去 对 好 眼睛看那边 眼睛看右边 对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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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很好 眼睛看向这边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板子就往右边移动了 对 眼睛看到哪儿 你的板子就会往哪儿走 现在看我这边 把重心踩到你的右脚上来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落叶飘的过程 落叶飘也是单板滑雪的基本功 雪好了可以像落叶从高空飘落那样 呈Z字形在雪道上左右摆动着滑行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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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控制方向在雪道上 就不容易撞到其他人 对 累了是不是 对 其实滑雪最累的就是一开始 尤其是单板滑行 因为单板跟双板不同的 它就是单板入门的时候比较难 你会非常累 但是双板可能入门快一点 但其实后期我觉得还是双板蛮难的 单板的后期相对轻松 上了雪场你才会知道 滑雪真的是看起来简单滑好蛮呀 对于初学者 各种摔跤是避免不了的 不过只要学会正确摔倒方式 带好护具还是很安全的 最关键的是 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 战胜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通过一上午的在铁头老师的教学下 我已经可以在这个学道上进行简单的滑行了 很棒 作为一个初学者 你的动作是没有变形的 我告诉你的重心往前 你就可以往前 其实是一个不太难的过程 对不对 对 然后感觉到而且每一次成功之后 就很有成就感 然后可以带了一点速度之后 能感觉到单滑滑行那种很刺激的感觉 对 其实当你再往后再进阶一点点 我觉得你可能再需要两三天的时间 你就能享受到那种从大山上飞驰而下 耳边就是风声呼啸而过的那种快乐了 李小明是北京市滑雪协会的主席 长期致力于推广滑雪运动 他告诉我们 单滑雪的确会上演 主要原因就是在滑行时可以获得挑战极限 战胜恐惧的成就感 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消费者 谈到滑雪运动 都说滑雪运动会散行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滑雪运动它最大的魅力和最吸引人的地方 其实就是在于你不断的摔倒和爬起 在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下 在雪道上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 通过自己不断的摔倒和爬起 战胜自我 挑战自我 来克服恐惧 克服困难 2020中国滑雪产业白品书数据显示 国内单板全面进入集中爆发期 国际单板品牌搏斗的中国单板销售量 同比增长62.04% 国内单板品牌冷山在2020-2021雪季完成销售额1.2亿人民币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60% 那么对于单板滑雪者主要开销都要用在什么地方 是雪票教练还是雪具装备以及吃住行 消费者对于这些开销和吃出又有什么看法呢 住的话我也没啥大的要求 但是雪要好 雪到就是山啊雪啊什么这些要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自己的装备尽量找稍微靠谱的牌子吧 还是安全第一 百分架固定器可能应该走的吧 衣服的话这个衣服就没有定价了 因为衣服基本上每天都要换 所以从便宜的到贵的都有 就是要穿不一样的衣服 就是衣服贵不贵不重要 最重要是每天穿新衣服 因为它的装备属于是一次性消费嘛 你可能买一次它可能会花三年到五年 这个样子 只要说你不去追求一些新品 我觉得大众都可以接受的 在滑雪场我们可以看到 滑单板的小姐姐小哥哥们 穿着搭配都是非常时尚前卫 当下这些单板消费者 不但装备专业而且个性十足 装备啊很可爱啊 是平时都会这么精心打扮一番吗 不是就滑雪的时候会这样 可能是因为平时就是不会这样 所以说滑雪的时候 可能会打扮的时候也可爱一点 像您这帽子什么的 都是您精心搭配的吗 对对对 就是女孩子可能比较喜欢漂亮 就像我比较喜欢粉红色 可能就会往粉色系来走一下 单板滑的人多了些 而且单板衣服好看 滑起来比较帅 看来单板滑雪时尚潮流 是他们选择滑单板的一大原因 在北大湖滑雪场内 我们看到有很多卖雪具装备的店铺 也有很多消费者在选购雪具 那么购置单板雪具都需要花哪些钱呢 记者来到一家专门卖单板器材的雪具店 高健是这家雪具店的店长 从事雪具销售工作已经有五年的时间 他告诉我们 这家雪具店刚开店一个多月的时间 销售额已经达到了200万 这里的雪服价格在2000到6000元 着实不便宜 为什么咱们雪服的价格会这么高呢 是这样的 对 首先我们的雪服的面料 它都有很多的讲究 像我们的这种AK系列 它都使用这种高Tagos的材质 那这种材质要求防风防水防雪 同时还得透气 那这样的话就对这个材料比较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采用的都是比较好的材料 这个就导致我们成本相对比较高一些 一般雪服因为我们要在雪里边摸爬滚打 然后它这个防水防雪 然后耐磨呀什么这些性能都要做得很好 所以说它里面是有一些科技含量在里面的 然后跟普通的衣服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对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像我们这种雪服的话 就是你往上打水的话 它是不会湿的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它非常透气 它不会让你身体出完汗以后 闷在里面很难受 因为具有防水等特殊功能 滑雪服的价格要比一般的服装贵一些 除了雪服以外 还有雪鞋 固定器 雪镜等器材 高健告诉我们 他的顾客多以年轻人为主 并且对于自己爱好的运动 消费起来也毫不吝啬 大家对冰雪这样运动的接受程度 也在不断地提高 随之对章位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高 首先可能基于单板的这个风格吧 它区别于双板滑雪不同的 就是可能比较奔放和自由 所以更受年轻人的喜爱和热爱 再加上我们的服装的设计的颜色 包括款式非常的嘻哈和潮流 也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 不光是年轻人 很多年龄超小的孩子们 也加入到单板滑雪的大军力 并且滑得并不比大人超 很多动作做起来像母像样 大家好 我叫小多多 我今天要试试 我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转圈圈 灵活娴熟的滑雪技术 从容的飞越障碍和陡坡 你们相信这些动作 都是一个四岁小朋友完成的吗 在北京南山滑雪场附近的宾馆 我们见到了画面中的 这位年仅四岁的滑雪爱好者小多多 往年雪季 张和凯都会带着大女儿 一一练习滑雪 今年是第一次带二女儿多多上学 这两个孩子独立性都特别强 尤其多多是 他跟我出来这两个月吧 然后独立性变得特别强 小多多的爸爸张和凯 是一名中国极限轮滑运动员 曾经代表中国拿过世界冠军 最近几年开始滑雪 还拿下了双版自由式的全国冠军 在爸爸的影响下 多多在这个学际开始学习滑雪 没想到小多多仅用了三周时间 就学会了双版滑雪加单版技术 当初滑雪的初衷 其实就是想着 就是一五二十零基础 然后想着先把自己 就自己先去练 然后练好了以后 就是好带好带自己的孩子 没想到带了多多出来以后 天哪 我觉得多多 真的他学得太快了 基本上前任后任 然后前任落一飘 后任落一飘 到了第二天就差不多可以 就已经可以简单地 就戳得雪换日了 张和凯告诉我们 两个孩子学了滑雪之后 变得更坚强和独立 摔倒了迅速爬起来 没有一声哭闹 很多公园里的小道具 都运用自如 很多人觉得我很可爱 很可爱啊 你本来就很可爱 我才不可爱 才不可爱啊 我会吃盒子 我还会飞台子 会吃盒子 会飞台子 还有吗 上去这会不会 会 这些视频都是张和凯 用手机拍摄的 他想用这样的方式 记录下多多滑雪的经历 对于两个女儿 爸爸还有一个 闪闪发光的心愿 如果说这两个孩子 就是说有机会 有条件 然后以后发展得更好 我更希望两个孩子 能代表中国 然后参加冬奥会 拿到冬奥会的冠军 正是因为 现在的滑雪用具装备 可以满足 各类年龄段的人群 也让很多孩子们 能走进雪场 提到冬奥会 你能想象到 在没有任何专业团队保障下 因为对单板滑雪的热爱 只身一人冲击冬奥会的吗 我的梦想是 站在北京冬奥会的 出外台上 这个26岁的北京大男孩 叫张家豪 和很多从小培养的 专业运动员不同 张家豪接触 单板滑雪的时候 已经16岁了 这条的 当时还不是 这个什么呢 现在这个 儿中西雪乐园的 第一趟在这下 就没站着去滑下去过 摔了一天 就没站起来 然后第二天 我又想去 我觉得这东西 从上面滑下得太酷了 2012年 在北京南山滑雪场 张家豪第一次接触 单板滑雪 从那以后 一发不可收拾 开启了他的滑雪人生 我当时工作的时候 是在酒店坐面膜师 晚上10点上班 早上起来 7点下班 下班之后 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来雪场 滑两个小时 再坐两个小时的车 回家睡觉 就这样的节奏 持续了两年多 那会儿就觉得 有一个爱好 然后休息的时候 我回去滑雪 平时我要去上班 单板滑雪 让张家豪感受到 以前从未有过的快乐 心中充满了 难以言表的自信 你可以在雪道上滑 你可以在树林里滑 你可以在跳台上滑 你可以在道具上滑 你可以在雪山上滑 没有更多的限制 就完全靠你自己的想象力 和你自己想那点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有成就感 也是让我 就后期一直让我 推着往前走的一个动力 比如说你想完成一个动作 比如说 你需要努力训练 你需要克服自己心中的恐惧 你需要 无限次的尝试 跟坚持 然后最后 你能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 你心里那个成就感 那你心里的那个成就感 是别的东西给不了的 张家豪对单板滑雪 极度狂热 但又没有成体系的专业指导 只能靠蹭专业队的 场地磨练技术提高技艺 凭着一腔热血 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张家豪的滑雪技术 进一步飞快 从一个爱好者 变成了职业运动员 在各种比赛中 拿了很多奖牌 在2016年 他萌生了参加冬奥会的想法 2016年的时候 我在新西兰参加一场 周级杯的比赛 也取得了一个最好成绩 也是跟世界顶尖运动员 一起去比赛 我当时我就想 六年以后 在北京 在自己家门口 举办这个比赛 而且是单板滑雪的最高殿堂 我要是能参加上这事 就算半漂亮了 下一个是冰敦敦 是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 希望他会一直保佑我 赞上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奥运户的准入门槛 需要50个赛事积分 从2020年初开始 张家豪一个人 自费辗转全球各大滑雪赛场 走过了加拿大 瑞典 智利 瑞士 荷兰 开始了他一个人的冬奥梦 这几年的经历 可谓是困难重重 但他还是拿到了 国际滑雪联合会FIS系列积分赛 智利战的冠军 这让他看到了 站在奥运会舞台的希望 但是在接下来欧洲杯的比赛中 他出现了失误 今天我在Face的官网上 查了一下我的积分 没有达到谁边的分数线 虽然说最后可能 没能够说取得好的成绩吧 然后 当然我可能为我这个 梦想和理想 辅助了全部的努力 今年是张家豪滑雪的第十年 从一名厨师到一名滑雪运动员 身上受过很多伤 虽然已经不是运动员最巅峰的状态 但是回到最初梦开始的地方 北京南山滑雪场 他还是一样的兴奋 我特别喜欢进那个树林 然后拍出来的效果也特好看 特别喜欢投包包拍照片什么的 我能做1260 三圈板 在现阶段的话 咱们的运动员都可以拿到1980的动作了 所以就不算是很厉害的动作 但是在我比赛那会儿的时候 这个动作还是在国内非常厉害的 张家豪告诉我们 单板滑雪改变了他的一生 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看大海 都是因为滑雪 如果没有爱上滑雪 他过的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他的冬奥故事 也激励着所有心中有梦想的人 都说单板滑雪 是人类最接近于飞翔的这样一项运动 相信通过不断的练习 你一定能够感受到单板滑雪的魅力 花样滑冰 冰球 冰壶 单双板滑雪 在北方能玩的运动项目 如今在南方也一样可以玩的精彩 冰雪运动的热潮正在席卷全国 随着北冰南阔 中国南方开启冰雪之约 超级爱滑雪的南方发烧友 普链技术玩出更多花火 一起来看如何在南方环转冰雪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冬奥特别节目 冰雪总动员之南方冰雪运动新时尚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